F-15C作为一款重型空游战机,已经在美国空军服役超过30年时间,接近退役,为时F-15C发挥最后余热,美国空军对其进行了一系列升级。 最新的升级计划是为F-15C加装红外搜索和跟踪IT系统。据建设防务周刊消息,洛克希德马丁将于今年年底前获得正式合同,130多架F-15C战斗机将于2019年接受升级改装测试中的苏道57战机。 这架苏道57为换装巨齿喷口的产品30发动机图片,毛基网络克希德马丁公司为F-15C研制的Legion吊舱,是一种被动式的远程红外搜索设备。 其功能类似于苏27系列战机座舱封挡前部的红外光电球,不过功能比后者更加强大。 从落马官网公布的产品信息来看,Legion吊舱集成了落马的IT21红外传感器和先进的数据处理能力,可在雷达关机状态下进行远程检测和跟踪。 此外,Legion吊舱具有极高的开放性,其吊舱内安装其他传感器,无需对在机进行复杂的升级,还具备极插极用能力,是一种性价比非常高的性能升级组件。 除F-15战机外,F-16也可加装这种吊舱,落马为F-15C研制的红外搜索和跟踪吊舱图片。 洛克希德·马定对此,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军事专家大卫马宗达日前撰文指出,加装IT吊舱的F-15C,战机将在未来空战中具备近户主宰级别的统治能力。 俄军苏-57战机,在近距空战中将输给F-15C,马宗达认为,俄军苏-57的隐身优势,在面对F-15C将化为无有F-15C装备的NAPG-63V3雷达有可能截破苏-57, 然后利用AIM-120D中具空空导弹发起攻击,迫使后者进行机动规避,然后F-15C趁机接近苏-57,关闭有源向控阵雷达,使用IT吊舱追踪苏-57喷气尾流产生的红外信号, 然后再近距离利用头盔瞄准系统和AIM-9X格斗弹,对苏-57进行一击避杀,马宗达特意补充道,在美国空军的空战训练中,F-15C曾在空战中击败和苏-57一样同为隐身战斗机的F-22,美军F-15C战机图色网络就计战术角度而言,F-15C的这种战术是可行的, 而且在实战中,四代机面对五代机也确实有过类似的战力,在右巴拉底和上空的对峙中,俄军苏-35战斗机,曾利用IT从后半球,接近美军一架F-22,当时后者正在追踪一架俄军苏-25攻击机,最终成功逼退美军F-22,然而这种战术在实际空战中不见得能行得通,是非中的052号苏-57, 其左侧发动机为产品30发动机图片,毛机网量产型号的苏-57战机将装备产品30发动机,而后者采用了隐身设计的尾、喷口,具备一定的红外抑制能力,红外隐身性能较117S发动机有所提升, 另外,F-15C装备的NAPG-63V3雷达,要在被发现之前,首先发现苏-57,也具有一定难度,除非是体系作战,F-15C才有可能像上文中预想的那样,先用中巨弹发动进攻, 然后将苏-57拖入禁聚格斗中的理想情况,就单对单的对抗而言,F-15C能自保就非常不错了,调打苏-57,显然有些夸大 字幕 农视频组设计者 已逸律